的工程 是一個承攬的契約 然後在這個承攬契約裡面約定 如果 若 這個施工 沒有符合 施工雖然符合圖刑 若施工 按圖 但 這個 有 不盡美觀 人 視為 瑕疵 如果契約書裡面有約定這一條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室內裝潢他們都是按圖施工 那個設計師把你把那個圖畫出來 然後就找工人進去施作 所以工人施作的內容一定是按照那一張圖 不過問題來囉 今天設計師畫的圖 工人也確實是按照這個圖來施工 不過施工的顏色 或者是 這個 這個結果 讓這個定做人覺得不滿意的話 美觀上覺得他不能夠接受的話 那仍然是視為瑕疵 做這樣的約定 那現在問題來了 在 或許在民事責任上 不把他視為是一個重大瑕疵 但是到底有沒有瑕疵 那麼 如果進入到訴訟中 假象以請求賠償的話 主張這個叫承攬契約的 495的賠償責任 假設請求呢 30萬 那現在問呢 這個契約書裡面的約定 到底呢 是屬於什麼性質 既然他不是訴訟中的自認 那麼 而且是透過雙方合議的前提下 所達成事實認定的共識 所以 這種情形 就容易被評價為是 自認契約 自認契約 自認契約的性質 按照我們剛剛所說的 是對於事實的評價 在訴訟外達成約定的共識 因此 是屬於一種證據評價的約定 是屬於證據契約的一環 他不是自認 也不是擬自認 而是一種 程序處分權契約的類型 所以 這種自認契約 性質上 是屬於證據契約 而且也是一種程序選擇的處分 而且他也是屬於 這個屬於徵點簡化協議的 這個性質 所以在法律的效果上 我們可以類推適用270-11 第三項 所以被告如果在訴訟中 否認 說他的施工無瑕疵 所以 他如果要否認 有沒有瑕疵這個事情的話 必須要符合什麼 第一個 經他照同意 才可以啊 重新增值 第二個 還必須要顯示公平 才有可能 重新增值 有沒有瑕疵 這個代證事實 所以自認契約跟自認的效果不一樣 他跟訴訟外 自認的效果又不同 如果是訴訟外自認的話 他本身是一個間接事實的評價 那他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可以矩陣推翻 換句話說就是還可以再增值 那如果說是自認的話 訴訟上自認 訴訟中的自認 那麼他叫做免除矩陣責任 他是對於主要事實 自認 間接事實也可以自認 而且他自認的效果 會免除矩陣責任 基本上這是 自認契約 訴訟外自認 還有訴訟中自認的差異 所以我們可以看講義裡面這個題目 他說 假對以主張商品製造人責任賠償 陳述 假以間在100年1月1號 訂立製造物供給契約 然後負責買胚布 製作T-shirt 共1萬件 沒想到以所交付的成品 不符樣品的約定 導致受損害1000萬 以抗辯說 這個收受 收受這個衣服的時候 就已經在收據上簽名了 而且也有在收據單上面載明 本件衣服飾品 是沒有製造設計上瑕疵與原版相符 因此 這個沒有瑕疵擔保責任 原告之訴 應於駁回 問喔 這個瑕疵的事實 由何人負擔舉證責任 那麼我們知道 他是主張商品製造人責任 所以有關於商品的欠缺 原則上呢 是 這個 轉換給被告負擔舉證責任的191-1單書 所以被告要去舉證說 這個商品無瑕疵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此 這邊 第一個問題 是以要負擔舉證責任 不過 他在簽收單上面簽名 要怎麼樣去評價 這其實在生活中蠻常發現的 就是說 我交給你的東西 你既然已經簽收了 簽收單上面又說 這個叫無瑕疵 所以你表示已經承認了 這最常見的是在房屋的點交 因為在房屋的點交過程 都會說 這個你已經簽收了 表示說你承認這個 這個房屋是無瑕疵 所以就可以免除掉 原來屋主的損害培養責任 所以這個是蠻常見的 現在就涉及到這個問題 就是契約中 如果有這樣的約定 到底要怎麼樣去評價他 因為後來 這個 買獸人 這個獸領房屋之後 點交房屋之後 結果發現颱風天漏水 那 這個就 這個就發生所謂瑕疵的問題 要請求賠償 可是比較慘的是 點交的時候他就說 這個是叫無瑕疵的房屋 所以這樣的條款約定 到底要怎麼定性他 首先如果把他評價為是訴訟外資人的話 那當然是可以 再舉證推翻 被 所以 這個時候被告 可以拿這個契約書來舉證說他無瑕疵 但是 這個 假 或者是出賣人 或者是 這個 定做人 還是可以舉反證來推翻 就是可以再重新增值 到底有沒有瑕疵的事實 但是 如果叫自認契約的話 就不一樣 如果是自認契約的話 那麼 性質上是一種訴訟契約的概念 是一種證據契約 是達成真點簡化協議 所做成的契約效力 所以我們可以類推適用270-1R第三項的規定 除非是 顯示公平 或者是經他照同意 否則的話 不能夠再增值 所以 今天 這個 定做人 既然簽收了這個 這個 衣服 的收據 那很顯然的是說 這個是證據契約的話 除非顯示公平 或者是兩照同意 否則不能夠再增值 有沒有瑕疵的事實 所以這個是屬於訴訟外自認 跟自認契約的差異性 這同學要稍微注意 那另外 這個自認 必須是內容相互一致承認的表示 或陳述 什麼叫內容相互一致 那 主要 會有兩個問題 就是負理由的否認 還有負限制的自認 好 就是說 對他造主